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河南洛阳,中国四大古都之一 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就建在这里 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龙门石窟也建在这里 就是这样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 却发生了囚禁信奴的起案 非常起案,非常云端 大家好,我是友兰党 欢迎回到非常云端 2011年9月2日 洛阳警方接到一个名叫小晴的年轻女子 打进来的报警电话 小晴说话有点语无伦次 听起来很慌乱 他说他借别人的手机报案 他刚刚从大哥的一个地窖中逃离 通过这通报警电话 警察了解到他口中的大哥 先后囚禁了六名女孩当性奴 并且杀害了其中两名 接到这样一个离奇的报案 警方当然十分重视 立刻找到了报案人 并在他的带领下来到了一个居民楼 在这个居民楼的一个车库里 警察发现车库的地上有一个洞口 并且在洞口的壁上有悬梯 他们沿着这个悬梯下至底部 结果下来发现里面还有一个直径50厘米 长约4.7米的横警通道 走完这个横警通道 在尽头还发现有五道上了锁的铁门 直到警察打开最后一道栏杆门的时候 听到里面有女人欢快的声音 大哥来了 警察钻进去进入到地窖 里面的女孩一看是警察 立即放上大哭 警察周围观察了一下 里面有三个被囚禁的女孩 地窖的面积不足20平米 高度大约在2米4以上 边上距地面约1米1的地方 用木板隔成两层 上面是床 下面有液化气罐 煤气罩 热水壶等等 垫从外部接入 有一根白色的管子和下面的绿皮管 通到窖内 用来保证地窖内有足够的氧气 但即使设置了这样的通风系统 地窖里依然阴暗超湿 空气十分无主 地窖里还配备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但是没有通网 也没有网线 不能上网 这些被囚禁的女孩 可以用这台电脑 用来打游戏啊 看影碟之类的 警察按照小情指认的地方 在地窖挖出两具 高度俯办的旅行尸体 这样一来 警方很容易就确认了 犯罪嫌疑人李浩 并且开始追捕 仅仅48个小时 经过洛阳警方的紧张部署 在新野县 犯罪嫌疑人李浩老家 成功将其抓获 那么李浩是个什么人呢 他是洛阳技术监督局 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 被捕时34岁 南阳市新野县人 他的妻子比他小10岁 看起来他是结婚比较晚的 邻居都认为 平时李浩跟他妻子 看起来感情很好 李浩挖地窖 囚禁这些女孩子的地下室 是他在2009年的8月 以妻子的名买的一个车库 当时买的时候 只花了一万多 他们并不住在这个小区 他们夫妻二人 有一个刚刚一岁多的儿子 因为妻子是全职家庭主妇 没有工作 所以他们的生活 其实也并不富裕 李浩平时都是按时上下班 看起来寻规导具 沉默寡言 并不像个坏人 只是性格内向 很少参加同事聚会和应酬 他的父母都是干部 家庭条件也还算不错 他有两个哥哥都是公务员 李浩从小在西野县的老家农村 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小孩的这种成长方式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普遍 当然 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孩子 很少功课好的 李浩肯定也是如此 考不上大学就去当兵 家里有些关系 就当了消防兵 算是技术兵种 至于他能够挖地窖 恨铁门 制造出这样一个地下色情场所 就是他在消防队学到的技术 李浩2009年8月 一买来地下室 就开始了挖地窖 两个月后就骗来第一个女孩子 并强迫这个女孩子参与挖地窖 一般情况下 他晚上挖 清晨用尼龙袋装在摩托车上运走 由于挖地窖要很晚回家 甚至不能回家 他向妻子撒谎 说自己找了另外一份工作 晚上住在单位 他的妻子对此也毫不知情 这里有一点点值得质疑的地方 李浩是怎么用一年的时间 挖出这么大的一个地窖 地窖分两间 面积加起来将近20平方米 高度2米43 算一下48地方米 加上横颈竖颈得有50立方米 自然土比重按照二计算得有100吨 如果他每一个尼龙袋装50公斤 100吨需要装2000袋 即使有他骗人的女孩帮他挖土 运走还需要他自己干吧 这意味着他即使全年无休 每天也得运走5袋土 并且使用的交通工具为摩托车 再考虑他既不能每天都干 还只能利用凌晨的时间 而且除了运走土还有大量的安装工作 如果没有同伙 他为了囚禁性奴还真是拼了 在网上看了很多那个地窖的图片 觉得他挖地窖如果能拍成教学片 帮YouTube光流量也应该不少了 何必做这违法的事 其实挖了这个地窖出来 我是真的觉得他可以靠手力赚钱的 之所以想到这一块 那是因为前一阵子突然被一种 漠视情节莫名击中 八成是看了太多可怕的人间惨剧造成的 有一度我开始研究 如何在自己家里安装一个 可以防僵尸啊防辐射啊 哪怕是防一下病毒也行的地下室 于是我在YouTube看了 各种自己改装地下室的教学片 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 懒惰如我这样就勇敢地接受漠视吧 因为装修实在太累了 看来我不小心又犯老毛病扯远了 回来我们的案件中来 李浩从骗来第一个女孩 到破案前两个月骗来最后一个女孩 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他陆续从洛阳市不同的KTV 小美容美发店 按摩店等等场所 骗来了六个女孩 最多的时候 他在地窖里囚禁了五名女孩 地窖里没有上下水 女孩吃的食品 用的和喝的水 都是由李浩给运进来的 生活垃圾 废水 还有他们的排泄物 也得由李浩负责在清理出去 有一名女孩是四川人 别人不找她的名字 都叫她小四川 她是第二名被骗来的女孩 内心早有反抗逃跑的心 2010年下半年的一天 小四川趁李浩不背 突然用一根带钉的高温鞋 猛击李浩的头部 企图把李浩击晕 然后逃跑 但是可惜的是 女孩子力气小 她的袭击并没有成功击晕李浩 反而被李浩毒打了一顿 然后李浩命令 一个被囚禁的性奴 把小四川掐死了 就这样敢于反抗的小四川 被与自己同样做性奴的人 掐死了 李浩命令几个女孩 就地挖坑 把小四川埋了 应该就是通过这件事 李浩彻底 把这些女孩子们收服了 一来 她杀鸡给猴看 让别的女孩 看到了想跑的下场 二来 她自己不动手 让女孩动手 这样一来 自然会有把柄 落在她的手里 到了2011年7月 几个被囚禁的女孩 又密谋逃跑 还没开始实施 其中一个女孩 就叛变了 她向李浩告发了 逃跑密谋失败了 告密人和其他的人 矛盾自然激化了 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李浩没有站在告密者一边 反而是站在了其他人一边 一起孤立虐待告密者 他们不仅殴打她 还不给她吃饭喝水 甚至逼迫她吃屎喝尿 最后这个告密者被迫害致死 还是用的老办法 挖坑埋在地窖里 其实到了这里 我感觉这些女孩子们 已经有了病态情绪 应该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简单科普一下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就是人质情节 是指被害者 对加害者产生了依恋情绪 至于李浩 对于叛变者的仇视 这个也是她一种心理问题 可能是因为曾经有过的创伤造成的吧 这个不可考 而几名被囚禁的女孩子 袒护加害人 对加害人产生了感激心理 依赖心理 显然是具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症状 但是 他们不仅仅具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症状 还有更进一步的表现 这些表现除了对独裁者的顺从感恩依赖之外 还有对其他受害者残酷施加暴力 为了自己的利益告密 虐待其他的受害者 这些行为都是在一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慢慢生出的一种劣势心态 那么李昊的犯罪动机是什么呢 据他自己交代 他工资不高 老婆没有工作 生活比较紧张 从互联网上看到黄色视频表演能赚钱 于是想利用女子在网上进行色情表演 或者与男性网民裸聊 想通过这种方式赚钱 把女子骗来 囚禁到地窖之后 他就在车库里设置了网线 每次让女孩到车库里表演 裸聊的价格是半个小时50元 一个小时100元 通过支付宝结算 李昊虽然是骗人有一套 却经营乏术 吸粉能力很差 搞色情表演所占的钱 还不够囚禁几个女孩的成本 当然 为了避免女孩借机通过网络求救 每次表演或者裸聊 他都在旁边监督 每次裸聊完毕 他都会关电脑拔网线 他既要上班 还得回家 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去监督上网 估计也是经营亏损的原因 案发前两个月 李昊又骗回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已经23岁 可能比其他被囚禁的女孩年龄 稍微大一点 其他活着的三个 都参与了杀害前两个死者的事 等于给李昊交了同名状 很难有勇气告发李昊 而且在地窖里被囚禁久了 斯德哥尔摩増后群更为显著 已经基本不会有想要告发的想法 这个新来的则有些不同 他没有参与杀人 没交同名状 就没有思想负担 其他的人都已经被驯服 而他还没有被驯服 李昊肯定没有意识到 这个新来的女孩 已经给他的罪行带来了败露的风险 裸聊生意陷入了困境 正当李昊为钱发愁的时候 有人建议可以怀孕生小孩 然后卖掉小孩 这样就可以赚钱 估计出着主意的人 也不是真心想帮李昊 因为怀孕生孩子的过程 很容易有报警的机会 那个新骗来的女孩子 很快就怀孕了 但是这个办法 显然原水解不了尽可 解决不了李昊的当务之急 于是也有人提出新的建议 出去卖银赚钱 这个办法来钱快 李昊也知道这个办法 虽然来钱快 但女子单独与嫖刻在一起的时候 有报案机会 李昊为钱所困 最后还是采纳了这个建议 他采取的防范措施 是轮流出去卖银 并警告出去卖银的人 如果报警 他就杀掉留在地角里的女孩 卖银活动从8月30号开始 到9月2日晚上 那个新骗来的女孩 竟用嫖刻的手机电话报了警 仅仅进行了4天 总共卖银10多次 2012年11月30日上午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李昊故意杀人 强奸 组织卖银 非法拘禁 制作传播 淫贵物品 谋取暴力 进行一审判决 主犯李昊被判处死刑 参与杀害小四川的从犯 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两名参与虐待杀害 另一名受害人 被判缓刑 对这三名被告轻判的原因是 他们在受到李昊的囚禁 威胁的情况下 是被迫参与犯罪了 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2014年1月21日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罪犯李昊在河南省洛阳市 被依法执行死刑 这个案件就这样结束了 虽然是一个恶性大案 但是其实破案并不困难 说实在的 李昊算不上什么高明的犯罪天才 充其量就是一个 还不错的装修能手 但是这个案件 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 被解救出来的女孩子 在民警调查的过程中 一直试图保护李昊 感觉他们完全被洗脑了一样 据说他们之间 为了争得李昊的宠爱 还会争风吃醋 大打出手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就是如果第一个反抗的姑娘 小四川 成功把李昊击晕了 事情会不会变得不同 那么第二个女孩 可能就不用枉死 其实不管李昊有多么强大 这些女孩子 毕竟人多是重 想要逗得过李昊 只要他们团结就行 但是令人难过的是 第一个奋起反抗的 小四川被杀害了 因为反抗的力量实在太弱了 只有他一个人之力 而奴性在此时就养成了 他们已经开始 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奴隶的位置 尽管法院轻判了他们 但是在他们人生以后的日子里 所有影响他们人生的三观 统统被摧毁 不知道想要再建立起 一个健康的人生观 对于他们 还有没有可能实现 这才是此案最让人感觉珠心的点 而这些可怜的女孩子们 我们怒其不争 哀其不幸 难道我们不应该反省一下 整个社会 就是我们存活的这个社会 又在催化着什么 好了 今天这期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住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我们下期见